今天的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时序进入春天 这个星期六将迎来 24节期当中的金植 这天过后打雷的现象 会越来越多进入雷雨季 根据统计 去年台湾周遭 总共发生了大约 1200万米的闪电 数量最多的前三名 分别是台南市 南投县还有高雄市 而闪电密度最高 也就是最容易被雷劈的 县市由嘉义市夺冠 已经是连续四年 蝉联第一 一道道闪电批下 照亮整片夜空 这礼拜六即将迎来 24节期中的金植 春雷将敲响一年一度的雷雨季 打雷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而雷神最爱的县市 排行榜曝光 2021最雷县市 第一名为台南市 第二名为南投县 紧接载后的分别为 高雄市嘉义县和新北市 细看闪电发生数量的前十名 中南部上榜的比例高 而依照各县市面积大小 闪电密度最高的是嘉义市 已经连续四年蝉联冠军 接着是台南市 第三名为嘉义县 落雷密度高 也相当于最容易被雷劈 不意外 代表它的大楼其实是比较少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 想吃反正是比较容易的 每次雨季的时候 我都可以感觉到 嘉义雷声巨响 就是打雷打得特别频繁 然后也特别的大声 嘉义市刚好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因为它的东边就是阿里山 很容易耗花这个游戏区 然后加上它的面积非常的小 所以说相对来讲密集就很高 去年台湾周遭 共发生近一千两百万笔闪电 数量多寡 大多与午后雷雨有关 要避免雷击 提醒打雷时最好进到室内 在室外则尽量别到空旷地区 避开树下水源处 降低被雷神锁定风险 记者综合播的